来我们讨论一下这份考卷 首先是第一题 第一题是请大家做积分 所以就把我给你的AB两个小题 去进行积分的步骤 然后 会扣分的点 会扣分的点 就是有同学写法是这样 他写1 他抄题目 1-3x 1加x 抄了这个题目之后 他写等于 然后积分 1-3x 1加x 同学这两个步骤完全没有关系 就是这个东西跟这个东西怎样连结 他们之间没有关系 他们之间没有等于 我请大家做这一题的积分 不是请你让他写等于 他们之间没有等于 我是请你直接积分 所以你的题目从一开始就可以写A 然后这行完全不用写 就写这样 然后就开始积分 所以这地方扣2分 我觉得很重 就是不应该错这个东西 就好像 就好像你初衷的时候比这种题目 他写球 我念球怎么写对 他写球 下列数字 的平方根 我要你做下面这些数字的平方根 A小T他写25 同学你写完这题目你写A小T25 然后你写等于正负更号25 25什么时候等于正负更号25 没有等于正负更号25 25是他的题目 我请你在底下写多一次 正负更号25等于正负5 一样的道理 他们之间没有等于 你为什么可以写他们等于 他们两个是不一样的东西 ok啊 然后再来就是 那个跨弧 千交代万交代这种地方 要记得写跨弧 因为没有跨弧完全是不同的东西 所以跨弧也扣2分 跨弧也扣2分 然后每一个东西积分 加上C是各2分 所以只要有做错就跨 然后你在做积分的时候 不是你想起来 要加C了就加C 同学 这两题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 底下这一题 这两题有同学 会有做错的解释 总之就是这加C 是当你把积分符号 还有DX不见的时候 就要加C 不是等到我想起来好像要加C 不可以 绝对不是等到你想到要加C才加C 好 再来是第二题 然后我是可以接受你这样三步就出 因为我觉得也没有什么难度 因为我给你的数字刚好是可以变整数 然后我是没有要求学生 一定要照那个 四方啦 因为我觉得这种题目没有什么特别需要讲 不过你有特别换是还好 只是你不要换了的话换错很危险 真的你换你换错我是不是又要扣你的分了 对啊我又要扣你的分了没有错 OK啊好 再来就是B小题 B小题的展开哦 到现在都还是有同学是把 嗯 X加X分之一的平方写成X平方加X平方分之一 嗯 没有没有事了啦 因为我也不懂可以安慰什么了嘛 所以我觉得我也不懂可以讲什么 就是你到现在还是会这样做 就是就是把它写成什么 X加X的负一四方 OKX加X的负一四方 然后平方嘛 然后你写X平方 然后加X的负二四方 嗯 我不懂还可以讲什么来跟你讲 这件事情是错的 嗯 我还是那句话就是 我希望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紧张 而不是你真的不会 OK 嗯 不过坦白讲啊 就算你真的是紧张哦 他也已经是一个很严重的错误了 到此时此刻你还是会写错这件事的话 我不能原谅你啊 对对对对 我不能原谅你啊 就就这样 好 然后 嗯 你展开完之后变成这个样子对不对 会有同学去做一个步骤是 X平方加2加X平方分之一 写成 X四四方加2X平方加一 OK 这两个东西完全没有等于 OK 这两个东西什么时候会等于诶 当你今天做equation的时候会等于 但是他今天不是equation 他今天是expression 两个东西完全不同诶 解释一下啊 这东西会等于他吗 不会完全不会 OK 这样他会等于什么诶 他会等于你写这一步之后 分母还有X平方 这样他就会等于 可是你今天做这个步骤 对你的积分一点帮助都没有 完全没有 你做了之后你是不是还要再踩开 因为这东西你不可以积分呢 嗯 这样你做这个步骤到底什么时候会对诶 当他今天是equation的时候会对 也就讲如果你今天是X平方 加2 加X平方分子1等于0的时候他会对 如果他今天等于0 你可以在下一步写X四四方加2X平方加1等于0 这一步骤是对 这个步骤可以让你以为的分母消失 可是他今天是expression的时候不行 两个东西完全不同 OK 这要注意 然后挂虎也要注意哦 跟刚才A小T是一样的 不过通常 通常不会有同学2T都都都忘记挂虎 因为他如果A小T忘记挂虎的话 他B小T是不会做的啦 对 他B小T一定不会做 不然他怎么可能连挂虎都会不小心忘记 好 再来就是他的积分哦 所以他的积分的流程第三个东西 第三个 第三项数学试会变成-X的-E次方 请你把它写成-X分之1 不然糟糕 对 然后我刚才不是讲有同学会忘记掉加C哦 那个忘记掉加C的同学是这样子的 他 他写这一步是对的 然后他下一步写等于 3分之1X3次方加2-X的-E次方 然后他才写3分之1X3次方加2-X分之1加C 这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个情况就是 不是等到你觉得要加C才加C 是你当你当你开始做积分的时候就要加C哦 所以当你把这个符号还有DX一起去除掉的瞬间 你就已经要把加C加进去了这样 因为你开始做几分了吗 所以你要加进去里面 OK啊 好这个是B小T 然后我扣很重一下 就是你只要有步骤错还是有什么错哦 我看到 就是我一分都不想给的时候我就不会给哦 因为停不出很容易嘛 我没有任何需要跟你讲哦 你步骤对我要去找你步骤对的地方给你分数 你本来就应该要会啊 我做很难咩 没有吗 所以你只要做错我就给你错啊 就这么简单 所以有些步骤分你还是可以来问我啦 就是老师我这题这样子做没有步骤分 你可以问对我再帮你看多一次哦 再帮你看多一次 如果我觉得可以给我还是可以给啊 可是蛮多同学是你其实可能有做对一点 然后我一点都不想给你分数真的有的蛮多的坦白讲 因为你现在在看多一次你会想打你自己吗 就这么什么会做错 那分数应该要拿起来的嘛 好啊 你还是可以问啊 还是要提醒你可以问 因为可能我真的改错也不一定嘛 所以就这样 这个是前两题 好 接下去是第二题的AB 第二题的AB哦 第二题的AB就是 不需要写加C哦 因为它是定积分嘛 会遇到的状况是A小T哦 同学没有写减0啊 要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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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是0啊 要写 为什么这样麻烦呢 明明它就是0要写 因为我们多两张要学 要学三角函数为积分 三角函数为积分 会跟三口三有关哦 你现在学的所有积分哦 遇到0都不用做的 因为带进去就是0嘛 不可能会有其他数字嘛 但是三角函数哦 我带数字的时候 我带0进去的时候 有可能会有数字的咧 可以打个比方 C0哦 哎同学 C0是1哦 它有数字耶 嗯 所以带0这个步骤 还是要有一个仪式的 就是你还是要写出来 给我知道它要带0 没有带0这张框 2分哦 这样 对 OK啊 好 然后 呃 带数字也是 有同学甚至连带数字都不写的 我也是觉得 我什么时候给你这种概念到底 诶 这边 有同学这步是没有写的 他直接从这里按计算机 然后出师 我可以接受你跳这一步 但这一步是不能跳啊 带数字是要写的啊 要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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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要求你写啊 好 嗯 B小题 B小题就是我刚才讲的 就是基本上你写这一步也没有分数了 就是我不想给 就是 就是觉得没有必要啊 不过还是会看情况啊 还是会看情况啊 好 然后做完这一步之后 要把它拆成两个不同的分母之后 就会往下去做该做的流程 好 这一题哦 我改了两三年 改月里亚 很多同学都还是很喜欢把它写成 X加1 然后 X的-1四方 然后你去做彩虹层 好 你写这个步骤我本身没有错 一定没有错 但是你知道咯 你会写这个步骤你又要写错的时候 这很严重 就是会有同学是没有跨虎的 他写这样 他写X加1 然后X的-1四方 我当然懂你懂要做彩虹层 可是这样子也是错的啊 这样子有一层 这哪有层 X没有层啊 你这样的写意思是只有一层的 因为X加2乘上X吗 这样是不是只有二层 X哪有层 你没有跨虎是没有层的 所以这地方是 如果你要这样写的话就要注意哦 但是我坦白讲 很多同学写这个做法是做错的 就是你自己也不懂 对不对 或者是有同学写成这样之后 就开始积分了 他就开始X去做积分 1分之1 X平方 E去做积分 变X 然后X的-2分之1去做积分 他就不能这样子做 他就是不能这样子做了 同学 X跟出都不行 X跟出在积分或微分里面都不行 也就是讲我们左上角做那一题啊 那个要彩虹层出来的东西哦 你再做微分也好 你再做积分也好 都一定要彩虹层出来先 你没有彩虹层出来就是错 没有先彩虹层出来就是错 没有先彩虹层出来就是错 没有任何 没有任何讨论的空间 他就是要先彩虹层 他就是要变成一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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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今天就是为了把它变成这个样子 才开始去做积分 才会对 然后这里也是一样要记得跨虹哦 后续就是去进行积分的步骤 然后 我之前就跟大家讲过 如果你还不够熟哦 这一步就乖乖写 乖乖写 不要假厉害 然后很多东西都还是要假厉害 就是他觉得 他觉得这里是 这里是 二分之三四方吗 给你积分的时候 第一步这里是二分之三四方吗 前面就一定是二分之三 哎 拜托啦 如果不熟就乖乖写啦 他就是导数嘛 他应该要变三分之二的 你还是要写二分之三 这样你就再跟自己的分数过不去啊 真的啊 就不应该是这个概念错了 我这个步骤讲千脚带万脚带落 你不OK就乖乖写 不OK就乖乖写 写又不会错 写又不会错错了 反正没有分数了咧 但是你是亏吗 所以乖乖写是最保险的 如果你怕错的话 OK就算你今天是懒惰写啊 像你在旁边写抄进来啦 你在旁边写这个 然后你在抄进来就好吗 我也会给你对了 但是你不 不写然后又写错 这样这样讲 就就就就可惜了啦 OK 所以这个是这样子 然后大一九大一 我还没有遇到同学是计算机按错 应该同学有 大概记得要挂5 然后 嗯 可能有同学也是手算的 所以就就就不太会有状况哦 然后 嗯 不是你们版吧好像 哎呃 我写写大周会这样子写对不对 因为我我你写哪一个我都要给对吗 然后我写这样不是不是要跟你讲 嗯 你也要写这样 OK 我写这样是因为我改的时候我才懂 我看到21又三分之一给对 我看到三分之六的四要给对 OK 有个同学哦 他写答案写这样子给我哎 就是他写完他写三分之六的四 写的二十七 二十一又三分之一 你讲他是不是欠扣分 你明白我意思吗 就是你不用写这样给我 你做么你就写其中一个就对了 不要三八嘞 真的 你写这样给我说你要写解答 是不是 我是为了改才这样啊 你不用写这样给我 你写其中一个 你写其中一个 我的建议是写前面 但是 但是都没有差 OK 都没有差 OK 如果你只要按住这个了你就写这个了 没有什么吗 就只是写进去 但是也不用写这个再换回去 这个也是很奇怪的 很少人 我们写数学哦 写数学啊 很少人去写带分数再换带 再换假分数的没有这样子啊 没有了啦 没有这样的一定是写假分数再换带分数 你没有写直接写回去 我也是觉得 莫名其妙啊 没有人写到回去的啦 真的啦 你要不就直接写后面的嘛 你这样子不是可以直接按吗 对啊 你写这个都再写回去 不是很奇怪 好 这是第二题的A跟B小题 然后 然后 然后后来才知道原来为什么 就是 就是 我的初三妻也好啊 或者是你们高一理科哦 会有这样的状况 我后来才懂 就是 嗯 我在复习的时候 一定有同学是在读其他科目 对 所以他才会不记得我讲过的东西啊 我一直很压抑就是我 我复习明明就有讲那些该讲的东西 然后 然后考出来的东西也是很傻眼 就是怎么还会错 不是讲了咩 之类的 我在懂啊 就是他其实是没有在没有在上课的 没有在自己 没有在进行复习的 已经不是说你课后有没有做还是什么啊 都不重要嘛 你上课的时候 你上复习课的时候 有听没有听 差太多啊 差超多 他不会被警察的过了嘛 对啊 我现在还知道 我还晃了大悟说原来 原来还是有同学会在就是上课的时候 读其他课 像今天如果 可以打个比方你们的那个 你们的七考啊 第七 诶不对 初三是第七节 高一好像是第三还是第五啊 随便啊 这样其他节老师要这么 是不是 他上他等你们在读你们呢 是不是会这样子 一定会这样的嘛 因为学校不一样啊 在学校的时候第一节考嘛 就算在学校不是第一节考 你在第一第二节也很难读基达科目嘛 除非分两间教室啊 而没有嘛 你第三节考七考 你第二第二节怎么可能上课 不可能上课 一定是在读等下七高 就跟你们测验的感觉是一样的 如果等下有别课 你一定是读别课 怎么可能还上课呢 第三 误 复习题里面那一一题一模一样错哦 所以这题就蛮明显的 有没有做复习题有差哦 你有做的话 你可能还是不会 因为我没有解嘛 这题叫过来自己做啊 诶 你可能还是不会 但是但是我我要问的是 如果你在做复习题的时候 你做到不对的话 这样你要讲班 就是你应该要想办法去找答案 你应该要问同学或者问我 可是我没有任何同学问我这一题这样做 可是这一题还是我同学做错 就是他不要分数 我只可以这样讲 你不可能 我觉得你有做 可是我不懂为什么你考试还做错 就很奇怪 我相信你们有做那个复习题 因为我给了 然后有答案可以对 你怎么可能不去对答案 所以就很奇怪 就是分数拿不到就就就就20分 这样子20分 一定有同学做完的时候在想 这样子20啊认真吗 真的啊这样子20啊 还是我会做错的 你知道吗 你要我讲 OK 这个东西是dy by dx 来的 它不是y 有同学把这个列成y 就是有同学很习惯把积分式列成y 不用啊 你搞清楚概念比较重要 这东西其实就是dy by dx 来的 我要回头去找equation of curve 而且已经讲好了是curve了 所以你要做的东西就是去积分它 让它变回去歪 随便回去歪的话 它就会有加息哦 所以这积分其实也是有陷阱的 就是两个都是6嘛 然后一个是2次房一个是3次房 一个是2次房一个是1次房 所以积分之后会变成3次房跟2次房 它变成3次房跟2次房的时候 前面系数会不一样 因为一个是除2一个是除3嘛 所以不一样的啊 这是故意设计啊 然后带进去负1跟6哦 可以带去负1跟6找C是4 然后有同学C会找到负4的 因为一向错误哦 就是他自己把C移过去 不知道把C移过去会有负号这样 超奇怪的 然后就带进去哦 然后有同学是这边做队摇了 就他找到4了 可是因为他之前这边做错 他liquid掉的关系 然后这里是没有改的 我一样扣啊 就是假设他这边做到2x3次房加2x平方 他做到这里的时候 发现前面做错了哦 他把前面改掉变成3 然后他这里还是照样做做做到4 可是他这里的时候还是写2x3次房加2x平方 一定扣啊 概念不同哎 就是你写错答了嘛 回头这步骤本来就是要写的啊 不可能讲我找C的没事 不用写解答 不用写一个所以Y是不行的 一定会写的 OK 然后我自己讲做错耶 就是我同学去做Point Gradient Form OK 去做Y-YE 等于MXXXE 因为我讲斜率是这个嘛 OK同学 曲线耶 曲线Curve 这东西是直线 short line才可以用 OK啊 所以直线的gradient是用gradient formula 曲线的gradient是微分 OK 这是第三 这份证验是不用做定证的 对对对忘记跟大家讲 就是你要你要做自己做 我没有要求你再做再拍啊 因为我们的其他东西还很干嘛 假装我不想改啊 OK你就当做我不想改啊 OK 我的我的观点不是我不想管啊 我的我的观点是 嗯 我做到这样哦 嗯 不肯读的还是不肯读 这样就算了啦 对对对我们就不用勉强彼此嘛 啊有读哪一百呢 哪一百啊 我没有办法嘛 我要出讲啊 我都不懂我讲啊 所以 嗯 有读就有读哦 对有读是好事啊 把分数拿起来嘛 自己的总平均嘛 好看一点 好这是第三题 所以你可以当做是老实懒惰改 你不用不用这样在意 我的观点不是啊 我的观点是 我一直要求那些认真做的人 继续认真做太累了 对啊 不认真做还是不认真做嘛 第四 好啊 第四题是要找 找 找 做 帮我买哦 随便 对 英文叫surprise me 诶这只是平常老师教我了 以后我们还可以在食堂吃饭的时候 我们一起吃 然后 我们吃完就会买饮料嘛 去一号档买嘛 然后 就会帮他买 走过去饱嘛 然后我就会问他你想喝什么 然后我就随便把他买一样 然后他几乎是不挑 所以我觉得蛮好笑的 其实你买什么给他都会回你 扭病 然后就 就这样 我觉得蛮好笑 好怀念 第四题 找这条曲线跟XO之间的面积哦 所以你要 我的主要目的就是我要先看到图哦 我要先看到这个图 这图对我才有后续哦 然后这图有两种画法 我出这个题目就是要让你两种都能做 你今天想要去做那个直接画图的当然没有问题啊 可以当然直接画图当然没有问题 因为你把加4搬到左边去 Y加4等于X弦1的平方 代表Y要往下移4格 X要往右移1格 所以很多同学已经很快的已经掌握那个 那个画图的技巧的同学就会知道 它的minimum point哦 它的minimum point会是 1跟4 然后同时这个东西也是 我们在最近第11章的时候有用到啊 这东西其实就是Completing the square 同学有发现吗 Y等于这个就是Completing the square 它就是Completing the square 你会发现它的minimum就是1跟-4啊 你现在已经有能力看了对吗 应该咯 用看了就知道了 1跟-4 欸-1跟-4 sorry 1跟-4 minimum point在这边 戴口罩耶 好 然后如果你展开完之后得到这个东西 你也可以直接画X等于3 还有X等于-1 我基本上不太理你这边的步骤啊 你有做没有做也还好啊 嗯 图做出来就可以咯 就是这边有很多 各种各样的写法嘛 我觉得都我都不会扣啊 因为我觉得都都是对了啦 只是表达问题嘛 所以也不会做错这样 你就要写这样 你像我老师这样子写X等于3 X等于-1 我也觉得没有关系 因为画图而已嘛 它不是我解题的流程啊 可以不是我解题的流程 然后就画进去哦 然后就后续就是击分哦 然后这里会注意两件事哦 他在X以下 所以要记得取绝对值或者用-Y K或者用-Y都可以啊 呃-Y是我在跟大家复习的时候没有讲到的内容哦 所以如果写-Y应该就是自己复习笔记的时候看到的东西 然后 嗯 再第二个重点就是范围哦 因为如果你没有去画图 你没有去把X等于3 X等于-1找出来的话 你是不会得到-1跟3的 选择步骤是你在做这个题目的时候要留意哦 就你不办里面有的咧 蛮多中学是写-4到0哦 很多啊 -4到0在这个题目里面到底可以不会做诶 可以但真的超难 如果你今天要做-4到0的话是可以吧 可以可是真的超麻烦 而且如果你今天做-4到0的话 代表你选择的积分範围是-Dy的 你选择低分範围是-Dy的话 这样你前面就要X哦 这样你要把这个X平方这样移向出来 基本上是做不到的 啊做不到 就是你要把它变成-Y加4 然后开正负跟号 然后再加1 才会对 啊可是没有嘛 我没有教过你们这样噁心的东西了 就做不到了 而且Y加4的积分要做换圆法 何必 所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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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 OK不用啊 然后嗯提醒一下大家哦 这东西带你开根号 因为有同学还是要去做 嗯开根号嘛 就是他他写 因为我题目是这样吗 OK我题目是这样子 然后他去开根号哦 你开根号的流程 右边是不会变成-1-2的不会 因为这边是两个 OK你如果觉得他会变这样的话 这样我就会问回你哦 那个9加16开根号他会变成7啊 就问这个就好 必是定理很常见的 不可能的吗他应该要是5吗 9加16是25开根号变5 可是如果你觉得这个步骤可以变这样的话 代表你接受9开根号加上16开根号 9开根号是3 16开根号是4这样加起来是7哦 不对吗 不对啊 所以所以不可能是这个步骤哦 可以这要注意啊 然后后续的地方就是带3带-1哦 基本上还是有同学坐到这边然后做错了啦 然后很可惜还是用手算呢 就是有同学坐到这边之后还是在用手算下一步的 然后他用手算算错了就很尴尬啊 就是他用手算他这边写 用手刷他写9-9-9 事实上也真的是9-9-9 9-9-9-9他写-27 就是他一定是用手刷 不知道他怎么可能写-27 然后就做错哦 因为9-9-9-9是-9 然后最后答案 只可以给我带分数的163分之2 或者小数的10.67 不接受假分数 因为是面积单位 只有定积分可以写 可以只有定积分 可以写假分数 然后定积分也有同学是写younees younees 我不懂做朋友要写啊 就是谁给你这种错误的概念照扣啊 嗯 定积分不需要写单位啊 因为我没有在做东西啊 做面积的时候才要 给他然后稍微讲一下那个配分 我也是不懂讲诶 没有写单位扣1分 没有写代分数扣1分 少绝对值就是算出来付 算出来给我-10又3分之了 可以少绝对值扣4分 然后 嗯 图是5分 可以图是5分 有同学是范围写错 然后图写对给7分 对 然后有同学是这边写对-1到3 然后做的时候就做下团结变1到3的 这个我好像给10多 因为一提20嘛 这个是很小的错误吧 你给到12-14-16不一定啊 看情况 啊 然后我刚讲 范围错图对就是他图画对了 可是他这边积分的时候写-4到0 给7分好像 因为剩下就看情况 阿伦伦不懂了你就留言了 我再看多一次这样 好 这是第4题 诶 你要吃早餐吗 现在一整 妈妈出去了诶 他去买早餐啊 不然 不是 正好诶 没有啊 叫我不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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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就见识宝还是你要等啊 那你带电话出去吗 I don't even know 好 这第4啊 第5啊 第5 我知道是一样 很多人也知道 X平方跟2X平方是一样 可是如果真的 考X平方太不对了诶 不对啊 考2X平方比较好玩嘛 就有同学开平方就会开错啊 对啊 2X平方开错啊 开成2X四方 OK 2X平方的图长这样 它跟X平方的图一模一样 也不用去烦恼它们图长不一样 我们画的时候是sketch嘛 所以画会当做一样哦 然后有同学是去做这种 就是他画成这样 我也是不懂到底发什么事情啊 就是 就是这么 我不懂啊 然后 图一样是5分哦 然后他对着X去转满 然后给你0到2哦 所以这整个是没有难度的诶 这题甚至没有画图就能做 然后真的就有同学没有画图哦 就扣你的分啊 我都不懂做过 那你来概念谁跟你讲 体积不用画图了 我要求画的啊 怎么可能不画 媒体都画啊 体积讲画都不会影响答案的 但是要画 对但是要画一定要画 因为体积会有一种状况是 你画出来之后啊 他的积分的情况是要从图里面去看的 我没有考你们这样难 不代表你可以不用画了 所以你来跟我争辩说 老师我不画答案也对啊 当然啊我考这样简单 明白吗 就是就是这是要做的事情 虽然他今天没有影响 是因为这个体型没有影响 如果我考你会影响的题目 这样你不是一定要画哦 一样的道理啊 然后积分y平方 然后这里取平方的时候 会变成4x4方 和同学倒在这边呢 就是这个展开错了 或者是这里有写平方 然后就他写公式的时候 他写这样 然后后面没有取平方 我觉得这算蛮小的错误啊 我要在心里面相信 你如果写对 你一定会做对的嘛 所以我给10分好像一般 本来没有没有理由给10分 你懂吗 怎么可能你画一个图写这样 然后给10分怎么道理 可是我觉得你后面应该是会做对的 所以我就给10 我觉得没有关系 这很小的事 这是雏形吗 这一定是雏形 这不可能不是雏形 其他东西我可以很生气 是因为那东西不应该错的嘛 这是雏形啊 就算了啊 所以如果你今天是这个地方 后面做错的话 就会超过10分 像有同学是2x平方 取平方 之后变2x4方 这样就 就怪了啦 2也要取平方变4 2也要取平方变4 然后 嗯 就进去进去几分 然后这个这个减0的地方 同学都不太会错啦 虽然还是有一两个 很小啦 那时候实比的时候 骂很熊那一次啊 就是这个减0应该要在那个 跨湖里面了 有些同学的做一分那一分 是没有算分 就是因为这件事 就是我上课讲了 不能 不能不写减0 然后还是有同学 是就是那个跨湖啊 跨湖没有跨在一起了 可以啊 然后 然后 呃 给我25.6拍是不行的 给我假分数再拍也不行的 我 要求2位小数 嗯 我要求2位小数 所以这就是一定要写到80.42 然后 我 我们什么时候有要求过 不是2位小数了 除了最近我们学那个 三角函数的时候 跟你讲 三角函数要4位小数啊 然后 有同学是 他 这个80.42 如果没有错 后面的数字是4啊 啊 如果你在往后算的话 才会有7好像是 所以 你如果给我80.42一定对哦 可是你如果给我80.43 我很尴尬的 我不知道你怎样按到 不是80.42 没有任何理由按不出80.42 然后我后来想到 有一种状况是 你会 你会按出80.43的 就是 就是你先进位一次 你先把它变成80.425 因为7进位变5嘛 然后5再进位变80.43 哎没有这样的啊 没有没有进位两次了 没有没有这样一次吧 进士只一定只取一次 没有取两次的啊 而且没有取两次啊 所以这个是要跟大奖 然后单位一样两分哦 就这样 然后这份喜提大家 这份考卷 这份测验大家应该做蛮快 因为真的是蛮短的 可以怎么送送分啊 这样明显 都送到这样明显 就是就是把该给的都给你啊 可是 可是依然没有 那个上半年测验2 这样好拿分啊 上半年2测验2 那不是很多人100 原来分考卷整份百二嘛 所以容易拿100 百亿 很容易拿100嘛 这份是整份是100 一题是20 然后 嗯 就算今天主任来问我说 不是讲好要搞七题 我也会跟他讲 对啊我搞七题啊 你这样算不是七题 对啊 所以本词上没有错 只是大题是五题 小题也是七题啊 所以假如都不会有事 嗯 嗯 第二分考卷比较 比较会吵啊 因为第二分考卷是没有小题 就是五题 好 这是测验1 然后现在我不知道怎么会改吧 搞笑的时候再跟你讨论哦 所以讨论完之后 确认完粉数就会 就会 嗯 给你总平均 给你总平均的方式是 你要自己来message我 然后我再把你的总平均给你哦 嗯 用Facebook 我没有办法把全版的总平均 秀给全部人看 我做不到件事啊 现在还做不到 所以所以如果你来找我就会给你你的 然后我不会给你任何你的朋友的 所以 嗯 你可以 我意思就是 我意思就是 如果你发现你的分数被别人知道 那也只有你自己传给别人啊 我是不会把你的分数传给别人 对 对对对 对啊 ok啊 好 嗯 就这样 这是年中考成立 不用做定证 请大家有有有那个 分数状况的话 去 crashroom里面留言 给我知道 然后我一定会回复你 但你要等我一下 因为很多cm啊 啊我一定会回复你啊 好 然后 呃今天里内处理掉 成立 今天里内看到不对 或者你要留言的地方 你就去留言 然后我看到我就处理 我一定会回复你 ok啊 然后当我当我按Return的时候就不可以再抄啊 分数就定了 现在你看到我是没有Return的嘛 所以你不懂我改完了 一开始的时候 也可能同学偷偷发现了啊 不过我是没有讲的啦 我是昨天你们测验完才给你们讲 测验1出网嘛 对我记得我是讲的 好这个是 嗯 测验1 然后明天我们两节 好然后 早上发了那个50题的 不用那么紧张 那你不得工作啊 我们先去处理总副CT线 好 所以接下来我们上课的节到假期前 我们还有大概 呃10节课吧 差不多啦 差不多10节课左右 因为拜六早掉了嘛 所以10节课 我们会处理总15 所以我们会处理总15 然后再回头去17 总15会先解完 所以总15我们会边上课边解 当然我还是会遇到那种上课在读其他次验的人啊 嗯 你看你可以读啊 你读啊 你读啊 读啊 我不会讲 我会讲 你读啊 你你你为你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负责就对了 一定是这样的 然后 嗯 7考 等一下大家会去听7考的说明会哦 然后也可以很坦白跟大家讲7考范围是 14 15 16 17 好像17到B而已 没有考17C 没有考17C 呃 没有考17C这件事情是主任决定的 不是我 我第一次不需要帮你们讲话 主任就就就就就就 就答应了 他自己讲的 17C很难 17C很难 17C跟7C还有8B一样难 7C大家有印象吗 就是他找Maximinibon的 那个应用图 啊 17C 17C跟他差不多一样难 啊 然后 17C没有考 所以考到17B爆是好事啊 我不用我讲诶 第四诶 我跟主任讲 我教的 主任是讲 假期先要交完17张 然后我跟他讲 我教不完17张 怎么可能交到17张 然后 但是假期后可以 因为你们9月30才考数学嘛 所以 假期后还有一个礼拜 还有两个礼拜的时间可以交嘛 然后 主任就自己讲 好 这样就不要考17C 嗯 我讲不要考不要考 不管我 反正反正反正对啊 你他讲不要考 我一定答应了啊 啊 我是跟他讲 假期前我教不完17C 然后假期后我教得完 考试前我教得完17C 这没有问题 他就讲不要考 不要考不要考啊 也好啊 所以14 15 16 17比啊 可以到时候 一样再绑大 给大家立节那些 让大家好好准备哦 就这样 给明天的时候 如果改完了 就可以跟大家讨论 两个考线2 如果没有的话 就就这样 可以记得这份测验 可以有有有问题要问的 就就记得拉来问啊 OK 我们今天上到这篇就好 谢谢大家 免见 谢谢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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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老师